金圈名媛柳如烟是我的女友 也是我的老板 地下恋五年 我倾尽全力帮她在集团站稳脚跟 她却跟别人订婚了 也对 我一个没背景的穷小子 怎么配得上她 我心灰意冷 跳槽离职 她慌了 在婚礼前夕选择退婚 哭着求我别走 可我 已经有心慌了 我和柳如烟分手快一年 孕检报告提示 她已经怀孕二月有余 中秋团结到晚 你喝对了 是我把你送回去的 我揉了揉脑袋 隐约想起是有那么一回事 酒醉醒来 满是狼藉 我下意识想道歉 嘴巴却比思想控制下 更快一步闭合 柳如烟是何许人也 长青集团的第一顺位接班人 在她身上 就没有让别人占便宜的道理 那晚 你是故意的 柳如烟用笔尖点着桌面 没有否认 柳如烟被继母压制多年 商业联姻为她掌控集团 最大子公司添上把好柴 而无论作为下属还是男人 柳如烟又对我无不满意 察觉到她想跟我转为 见不得人的关系后 我果断提出分手 并开始私下接触猎头 我只提一个而求 离柳如烟所在的京城越远越好 此刻 柳如烟听到我怀疑孩子身份时 也并未气恼 她提出绒毛检测 和羊水穿字的检测方法 我虽然对妇产科问题了解不多 却也知道孕妻检测DNA 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 舍不得这么逼迫她 但同时我又十分清楚 柳如烟绝对不会跟我结婚 至少在她摆平自己的竞争手足 彻底掌控长青集团之前 那这个孩子儿怎么办 她在此刻拿出检查报告 一定不止儿我留下这么简单 生下也没什么 商业联姻 双方对彼此宽容才是首儿的 再说 这个孩子没准是长青集团的长孙 柳如烟神情认真 喝着咖啡将未出生的胎儿 当成家族内部竞争的筹码 她对此敬畏觉得有何不妥 我想说 我们已经分手 你再留着这孩子不合适 我还想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想当备胎 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等我艰难吞咽了两次 刚组织好语言 柳如烟却再度先发制人 他们给你什么条件 我加呗 我自以为是的憋着一口气而跳槽 原来早在她监视之下 想想大学初见时期 我就被名为柳如烟的绳索 彻底套牢了 大二的一次学生会聚餐 我正式认识了学生会主席柳如烟 柳如烟可是京大风云人物 能坐着限量豪车上下学的 非富即贵 但我整日泡在图书馆准备考研 对此一无所知 那会儿柳如烟因为家庭纠纷 心情不好 餐桌上没人敢劝她喝酒 稍嫌冷落 只有我一个愣头亲 在她面前干掉满满一杯 红心二锅头 我存着讨好柳如烟的心思 想而在竞选副主席一事上增加把握 万一考研失败 有担任副主席的经验 未来也能在校招拿到份不错的offer 谁知柳如烟跟我拼酒到最后 我坐上那辆家常的轿车 和她过了有生之年最荒唐的一夜 当上副主席后 我才知道柳如烟那不可提及的贵旗身份 有罪走火这事肯定不提最好 在学生会 柳如烟使唤我从不见外 社友总爱打趣 说我是她腿上的挂剑 还怂恿我追柳如烟 我第一个摇头 我们之间在现实上的差距 已经很难通过努力弥补 直至考研前 柳如烟已导师最重义学生的身份 承诺帮我牵线搭桥 先赚个印象分 前提是 让我当她的地下男友 明知道她的婚姻受家族约束 所谓地下男友就跟她那些前人一样 永远只存在于八卦中 我还是答应了 我说服自己这是为了顺利读烟 却又在夜深人静拥着柳如烟时 不得不承认 我对她的难以拒绝 自此 我被柳如烟轻而易举掌控了人生 读烟时 我们是同门师姐弟 还未毕业 她就代表 长青集团率先向我抛出橄榄枝 我们在一起这五年 有事无名 每每有老同学热情推荐对象 我都只能苦笑着拒绝 而柳如烟的商业相亲 却不在少数 甚至有好几次 我站在电影院门口 抱着凉掉的爆米花 等待柳如烟看上某位门当户队的男嘉宾 然后一通分手的电话打来 判我死刑 但每一次 她都姗姗来迟 再用亲吻赔礼 用一夜热情告罪 就这样 我在刑场来来回回的第五年 看到她掌控青藤文化 在柳家拿到足够高的话语权 我想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争取她的机会 却没想到会在我生日的当天 被柳如烟调上小型架 那日我做好一桌柳如烟爱吃的菜 买下自己能负担得起的最大一枚钻截 期待着求婚成功作为生日礼物 但我却只等到柳如烟派人 送来价格不菲的朗格万表 和她发来的一条信息 有急事 回来给你补过生日 若不是当天京城各大媒体加了个班 即使发出最新快报 我还不知道 她就是京城 近年来最奢华的订婚宴女主角 当晚我一个人吃完全不凉掉的饭菜 肚子难受到睡不着觉去挂了急诊 早上从医院出来我去退钻戒 又被告知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 这他妈的是什么操弹人生 我将钻戒折价卖给一对新人 也顾不上这没代表失败的 戒指会不会影响她们幸福 从柳如烟的私宅搬出来后 我就在公司对面写字楼 做了套高级公寓 爱情无望后 两点一线专注搞钱 至少在我离开柳如烟的时候 不能向调败卷 我提着食材 扛着一箱气泡酒 走进电梯时没看到人 直到女子发出惊呼 抱歉抱歉 我挨着电梯边走到最里面 正想喊女子帮个忙 她就已经按下了15楼 等她转过身才发现 是我的房东 这几个月倒是经常见到 就住楼上 她笑着主动帮我提过食材 快到15楼时 还顺口问了我一句 而做什么好吃的 红酒小羊排 蒜香黄油虾 军菇会饭 三文鱼 而不一起吃点 看到房东吞口水 我客气了一下 谁知他不仅答应了 半小时候 还换了套松软的睡衣 和毛茸茸的拖鞋 再次敲响我的家门 我好吃 这个味道也正宗 上周你发信息说而退租 合同未到期 我是不退押金的 房东吃了半盘黄油虾 在暖黄色桶灯光线下 纯朱犯着油泽 该说不说 不愧是包租婆 到手的好处是 一点舍不得往外吐 就跟柳如烟似的 想到他 我将杯中气泡酒 一饮而尽 暂时不退了 离职的是没谈拢 我业于爱好是做设计 今年是做的几套盲盒 成为热销款 已经给我带来 七位数的收益 我在青藤文化 担任企划总监 年薪也有百万 柳如烟知道我不差钱 也不在乎钱 所以今天下午 谈到最后 他使出了杀手锏 酷 明明比我还大一岁 又是职场boss 门一关脸一变 却比谁都会磨人 弄得我无所实从 一再妥协 想着柳如烟 想着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摇动着空调的酒杯 酒酒难以回神 直到香味扑鼻 一只虾子递到我嘴边 旁边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 浅白色的月牙 让人一步开视线 我跟着女生提示 机械地张开嘴 当那抹余温 从唇半肩退去 我才意识到 对面坐着的人不是柳如烟 我叫沈佩玲 你叫我佩玲 阿玲都可以 很高兴你和我继续做邻居 和少 见房东沈佩玲 再次向我伸手 以为而友好握手 谁知她右手成拳 我连忙蜷缩手指 与其相机 也没注意 今天气泡酒 是不是买高了度数 沈佩玲眉眼弯弯 唇角青阳的样子 跟毒眼时的柳如烟 一模一样 和柳如烟有第一次后 我在每个接触过的女孩身上 总能找出她的影子 或是眉眼笑容 或是性格嗓音 越是收集到这样的碎片 越是放不开 我才知道 名为柳如烟的毒素 早已深入肺腑 当沈佩玲拿着纸巾 而帮我擦嘴角 沾到的黄油时 我下意识偏开头 避开了 沈佩玲抿唇 像是在憋笑 转而将纸巾盒 推到我面前 马上我也是奔三的人了 这朵亲热的样子 只怕在她眼里 还像个矛头小子 瞬间 就感觉到被拿捏的压力了 酒气上涌的瞬间 我一把拉住沈佩玲的手 她越是往回收 我拉得越紧 以至于她还没喝酒 塞边已染上我飞红 让人情不自禁 叮咚 急切的门铃声 交戏一时暧昧 沈佩玲朝后拉开距离 我匆忙间站至身体后 又赶忙扶闻酒杯 大步走到玄关拉开门 杨蓉围巾后面 冒出张红扑扑的脸 柳如烟怎么突然过来了 离开柳如烟办公室时 我曾问过 而不然一起吃晚餐 她当时一晚上 有家宴为由婉聚了 老爷子今天钓鱼赶不回来 我这不就过来陪你吗 我猜你肯定做了 我喜欢吃的黄油虾 我已经闻到位了 柳如烟将带来的红酒 塞在我怀里 就自顾自走进玄关 开始找拖鞋 有客人 沈佩玲不知何时 身上系了围裙 双手还戴着橡胶手套 柳如烟脸上的笑意 一下子凝结成双 也顾不上换鞋 拎着包哒哒哒地越过沈佩玲 走到餐桌前 她身上带着冬日里的寒气 一下就驱散了 餐厅里残留的暖意 我根本没想过柳如烟 会突然上门 明明已经分手一年了 可被她看到 我和别的女人共处一室 心里仍不免捏了把冷汗 但想象中的灾难发作 并没有到来 柳如烟只是给自己 倒了杯气泡酒 坐在沙发上 看到她而喝酒 我刚想阻止 就被她冷嗦嗦地制止 住在一起的女朋友 看来沈佩玲身上的家居服 和拖鞋让柳如烟误会了 我盲姐是房东 一起吃个便饭 何少 何少 你是付不起房租了吗 我脸上发热 这还是柳如烟 第一次当着万人的面 让我难看 但现在也绝对不是 跟她吵闹的时候 我像沈佩玲识眼色 想让她先离开 可她摘了围裙和手套 反而坐到了柳如烟对面 一时竟然分不清 到底谁才是 这个屋子的女主人 何少 你的租房合同 不是写的单身吗 听到我介绍 她是公司老板 柳如烟放下酒杯就走 与我擦肩而过时 紧抿着唇眼眶微红 我让她不高兴了 电梯门提前关闭 为了赶上柳如烟 我冲进消防楼梯间 跃着台阶朝下跑 冲出楼洞时 才发现外面已经飘起雪花 黑色的砖车在一旁跟着 柳如烟快步走在路边 将膝膏跟踩出残影 看到我胆战心惊 我拦在前头 示意她上车 但柳如烟崛起来 又岂是几句温言细语能安抚的 她抬起脚 将膏跟重重压在我的斜面 我痛得字牙咧嘴 却一动不敢动 还伸出手臂 蓄护在她腰后 生怕这祖宗没站稳 再把自己摔了 若在从前 她这样闹 我免不了 而把她扛起来 直接武力镇压 但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在人多眼砸的公司楼下 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凡被人捕捉到一点愉悦 对柳如烟的事业和名声 都是灭顶之灾 柳如烟一巴掌 打在我的脖梗上 声音哽咽 何少 你翅膀硬了 敢找别的女人 你走开 我被她推得摇晃了一下 才站住 我没看柳如烟离去的方向 低着头 柔化了掉落在眼眶的一粒雪花 雪花已经在青石板路上 铺了薄薄一层白 更多雪花 如烟一般洒在我心上 洒在了那道 久久没能愈合的伤口中 我和柳如烟之间 有太多不对的 南方面的迁就 已经让人失去了太多自我 我也曾无数次想过 如果柳如烟只是普通的女孩 我还能如此一再退让吗 答案只会让人失望 谁又能正视 藏在内心深处卑劣的自己 我抬脚向着公寓方向走去 我走得很慢 也想了很多 而跟沈佩玲重提退租的事 而看一看南方的房子 不能太潮 孩儿跟老同学联系联系 提前熟悉下外企的氛围 身后传来尖锐的刹车声 让我开了小差 看着脚下磕磕落起的雪花 这样的路况 只怕很难完全杀住车 所以说下雪天事故才多 事故 我看着身侧堵起长龙的车队 许多司机从车窗探出身子 最近的医院 柳如烟被没杀住的汽车碰倒在地 表面虽看不出什么伤势 但他面色煞白 怎么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他闭着眼 手紧紧捂着小腹 我始终悬吊着的心 再次被狠掐了一下 听到医生说孩子保不住时 柳如烟哭了两声昏迷过去 你们谁是家属 签个字 我的手臂抬到一半 就而硬生走上前 却被走到尽头的男生抢先半步 我 我是柳如烟的未婚夫 司机通知了柳家 可来得最早的却是他 我看着男人跑得气喘吁吁 签完字 忍不住询问医生情况 担忧不思作为 这就是柳如烟口中 没见过几次 各玩各的联姻对象 被欺骗的怒火和彷徨的寒流 在我体内腾挪跌宕 我在这样的折磨中 变得麻木不堪 男人听司机说 我是公司企划部总监 如果帮忙送柳如烟来医院时 也礼貌表达了感激之情 他才是那个 可以明面站在柳如烟身边 替他签字的人 我甚至还要小心收起担忧 将之限制在上下级关系之内 正而离开 我被赶来的柳家人 再走到赌个正招 来人是柳如烟的继母 也是公司董事 和她的一双儿女 柳夫人看到我有些意外 甩我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后 就直接去贵宾室等待了 柳如烟的弟弟子拦住我 何总对吧 久仰大名 读书时姐姐救 没少提起你这个能干的副手 能得姐姐这样赏识 难怪猎头开双被年薪 都翘不动何总 柳露声音不大 但语道怪异 让人听着隔音 尤其还当着柳如烟未婚夫的面 柳如烟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这个同夫一母的弟弟 但因为他做事更得老爷子喜爱 才总压柳露一头 而真正奠定他成为第一继承人的 就是这份怜姻 我倒吸口凉气 绝不能在这时候拖柳如烟后腿 正欲化解尴尬 那未婚夫就走了过来 如烟也常跟我提起何总 多亏你 他工作上轻松许多 有机会 我请你喝酒 正是致谢 直到离开医院 我脑海中还是那男人眉眼端正 语气诚恳 不带一丝阴阳怪气的样子 柳如烟是怎么从京城 纹固精明的富家子弟中 挖到这么个老实人的 就像这么多年来的自己 怪可笑的 我坐在公寓楼下喝完一扎啤酒 身上单薄的家居服被大雪覆盖 手脚早已冻僵 站起身时走路活向的歪薄树 我就这么扶着墙壁 从电梯走回家中 屋里昏暗难以失误 只有客厅壁炉散发出的微弱火光 引人而往 我靠坐在沙发前 人血力被暖液融化 又饮潮礼衣 我垂着头 也分不清是血水 还是眼泪自家面滑落 何少啊何少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你一头狗熊 就别上赶着凑热闹啊 这辈子有房住 有车开 还有什么不知足 明明从前为之努力 梦寐以求的一切 现在都有了 太贪心了总不好 执着从水中捞起一捧虚幻的月亮 却弄丢了整片星空 实在没忍住 我在寂静的屋子里苦笑出声 这时 一双柔软的手臂搂上我的波岗 暖意进入皮肤 竟然一瞬冲入心间 填补了全部的空洞 紧接耳间传来抹入诗语刺痛 带着睡意的嗓音直入脑海 令人颤抖 你终于回来了 我像置身于千里冰封的血缘 明明看到了火焰升起的地方 却无论如何也靠近不了 汲取不到它的温度 我闭着眼 褪去满身僵冷的衣物 如出生之人那般 敬畏着神明 然后火焰就在我的脸颊 肩膀 躯干上燃起 高温 炽热 让我时刻陷入融化前一秒的疯狂 我流进汗水 干渴到每一次喘息 都像在吞咽沙子 温热的水卷进口中时 我最后发出焰足的长探 几缕晨光穿过窗帘缝隙 投进房间 我忍着头疼睁开眼 穿过半场的房门 看到沙发地毯上 搭落招数件衣物 一只枕头掉在床边 收回视线 女人压在我胳膊上蹭了蹭 又痒又马 是房东 沈佩玲 又是醉酒务士 我将另一只手臂搭在额间 缓了许久才接受这一事实 我准备了简单的西式早餐 沈佩玲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柳如烟有严格在做身材和健康管理 在一起的五年 我跟着吃下来 也习惯了少油少盐的餐食 我在德国生活过几年 有机会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我喝着醒酒汤 有些心不在焉 不知道该不该去医院看望柳如烟 手机响了好几声 还是被沈佩玲提醒才回神 老大 大事不好 小柳总而执掌公司 已经带人在清理柳总的办公室了 趁你病而你命 柳如烟这下处境麻烦了 她在青藤文化布局多年 很可能毁于一旦 一旦在这场家族竞争中败北 我不敢想象柳如烟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来不及收拾 跟沈佩玲说了声 就匆匆冲出家门 一路之隔的青藤文化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 我推开在外阻拦的二人 就看到柳露将正亮的皮鞋 搭在办公桌上 向我展开双臂 何总 欢迎 不知你是来下战书 还是请降両吗 青藤文化公司掌握着国民 十分之一的文化娱乐活动 从国内首个球形大剧院到电影 出版电竞比赛等领域 无一不落 也在最新应届生就业 一项企业报告中排行前三 只有运营好这家子公司 才证明自己有能力 接管整个长青集团 可就在柳如烟出事这一夜之间 公司两个代审电影被卡 某期出版刊物被置抄袭 即将承办的全国顶尖游戏赛事 被对家截胡 这显然是有预谋的一次夺权 看着面上丝毫不掩得意的柳露 我甚至怀疑 昨天那场车祸 就是他们安排的导火索 小柳总这话我怎么听不懂 公司业务出事 企划总监则无旁贷 我自然是来解决问题的 而不如何对得起 刘总给我发的这份工资 我将昨天柳露阴阳我的话 不软不硬顶了回去 难保他策划这么多 是不是给自己留了后手 如果这个时候我撂摊子走人 就是彻底将柳如烟 丢在敌方的千军万马之中 不管是多年恋人 还是互助的战友 这时都不容我后退一步 柳露见我态度坚决 自己反而先放下姿态 起身将我赢到沙发 还亲手泡了杯茶 少哥 作为竞争对手 我是真佩服你 但同为男人 我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你甘心被我姐耍得团团转 以她的手段 就算说肚子里是你的孩子 都不足为怪 柳露拿出一堆狗腿拍的照片 是柳如烟挽着未婚夫 出入南方七星期酒店 他们在无边永迟拥吻 牵手在老城漫步 一看就是热恋中的情侣 我紧了紧握茶杯的手 连指腹被烫红了都没察觉 可孩子的事 也许她没再跟我开玩笑呢 无非是只肩攥着点最后的希望 如果这一次她说的是真的 我们之间或许还有机会 柳露没有她表面看起来那么顽固 剑开出丰厚的条件 无法让我反水 再次改换战略 少哥 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我姐 那你肯定清楚 只要我姐是集团第一继承人 你们就永远没有可能 我将茶水送入口中 触使滚烫进入纯肉 待茶水划过舌头 就只剩下良意与苦涩 是的 我清楚 比起做我的妻子 柳如烟对长青集团是在必得 而我最后能做的 或许就是成全她 我将杯子倒扣在茶盘上 站起身 扣上最后两粒钮扣 小柳总 谢谢你的好茶 对了 来之前我联系上证 筹备世界巡演的天王经纪人 她很高兴能将青藤剧院 作为巡演第一站 刚好补上游戏赛事的空档 你看 解决问题也不难 我面上装得轻松 事实上柳如烟这次面临的危机 远远不是靠我这点人脉关系 能解决的 而柳如烟却以找到盟友为由 骗我去见了此生最厌恶之人 是对家公司的秦董 这女人以合作项目而写 不知道逼迫过京城多少高管 在我还是商界新人时 不胜其扰 当众下过她的面子 最后受到报复 被秦董的保镖带到私宅 她逼我下跪 逼着我吃她吐掉的食物 我的反抗招来毒打 住了整一个月的医院 柳如烟对此事再清楚不过 这些年也默许了我对秦董的针对 但现在 她仍然哄着 骗着我去见秦董 只是不想再多一个对手 三年前 还是个新人的我都抗拒不已的事 她现在想让我妥协 这场鸿门宴里 我拿到了对柳如烟有利的消息 可直至回到家中 站在近前 脸上那抹机械的假笑 仍然难以泄掉 这下柳如烟该满意了吧 柳如拿到公司大权后 对我处处设限 加上企划部内部也有叛徒 一件事总而花上双倍 甚至三倍精力才能妥善解决 今天又忙到最后一个下班 临跨进公寓楼 我忘了眼花谈味化的鸡血 拿出手机 和柳如烟的聊天页面 还停留在我今早发的消息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候出院 有没有想吃的 路边刚好有流动的摊贩 时间还不算太晚 我挑了只烤到香软的红薯 揣在怀里 向医院赶去 医院就在两个路口之外 若走得太快 鼠心必然还烫嘴 走得太慢也不行 凉了口感就没那么好 柳如烟从小吃惯精致的了 唯独出血后的烤红薯 能勾得她穿越半个城市寻找摊贩 等到她住的VIP病区 我探手入怀握着红薯 温度刚刚好 宫区静密 还隔着一个病房时 就听到了柳如烟在哽咽 她未婚夫也在 老爷子还没醒 爸又支持那个女人 这场车祸一定是他们安排的 我 我们的孩子 不能没得这么不明不白 集团老爷子是在钓鱼那天 突发恶极 至今昏迷不醒 柳如烟大概早有预感 寄母而动手 才用孩子当借口将我留下 这个孩子 当初既可以套住我 现在也能激起 另一个男人的愤怒 柳如烟还真是会做生意 我手下施了力道 只见捏进红薯后 被烫得我直吹起 等我满脸狼狈抬起头时 男人已经走到了身前 他让我进去和柳如烟说会话 自己先回去一趟拿点东西 柳如烟没什么外伤 只是脚腕扭伤缠着纱布 他的哽咽 柔弱 在我推门而入时荡然无存 无论是刚才出去的男人 还是我 都不过是他家住在天平上的砝码 只见的麻木终于直达心底 所以 不是我的孩子 中秋我把你送到门口就走了 什么都没发生 被我戳穿谎言 柳如烟并无慌张 他坦诚的样子 好像只把这当做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但随之而来 是我狠狠松了口气 什么都没发生 这不才是最好的吗 这不才是我原本期望的吗 何少 你见秦董那天 一切顺利吗 医院暖气哄得我又眉又早 柳如烟想问什么 问我有没有被秦董羞辱 问我有没有做违背自己医院的事 我微微侧过身 将呼吸调匀 我是青藤文化的副总之一 为公司 我也有份责任 这大概还是我头回用这么冷硬的语气 原以为柳如烟肯定会生气 在耍性子破我妥协 但他只是抬起头 看着我时双目暗含期许 何少 你是不是给我买烤红薯了 我闻到味了 我想到怀里已经被捏到变形破碎的红薯 只是拉紧领口摇了摇头 下次吧 当然 我和柳如烟都知道 也许再也没有下次了 一个月的时间 我顶住压力 带领柳如烟 各部门心腹夺回尸首阵地 通过从秦董纳交换的消息 我把柳如母家暗中支持的对手公司 逼得脚鞋投降 为柳如烟添上最大一笔功劳 柳如烟未婚夫则用利益置换 稳住了他父亲 他在众望所归中 重任青藤文化CEO一职 然而复职第一天 他就让空降的海归高管取代了我的位置 企划总监才是名副其实的副总之一 将我调换为设计总监 是明条暗将 再听说这空降高管是柳如烟 父亲极为敬重之人的后辈 我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 最多是觉得今年京城的冬天格外寒冷 何少 你非而计较眼前的得失吗 等我当上总公司CEO 你绝对是副总的不二人选 当我拿出南方公司发来的offer时 柳如烟手指缩紧 险些扯破我的辞呈 上市公司 世界五百强 CEO的职位 这些并不是只有他柳如烟才能给 只是我从始至终太过贪恋那种 将有而有的感觉 像牛羊头前悬着的那把青草 不知疲倦地向他而行 却总有发现整片草原的时候 我交接完手头工作 抱着纸箱悄悄从后门离开 没几天 长青集团年会顺利召开 柳如烟推着老爷子隆重出场 如他所愿的被老爷子当众 任命为总公司下一任CEO 自此 柳家继承人之争暂告一段落 当晚 我收到七位数的年终奖时 有人找上门了 穿着九红色羊绒群的柳如烟 顶着洞红的鼻子 正一下又一下敲打着大门 何少 开门 你为我庆祝一下啊 你不是说过而亲手成就我当场 长青的女掌门吗 你别走 柳如烟喝醉了 醉得早已忘记 他亲手在我的词称上签下了名字 我仔细想过 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合适 柳如烟想而的是事业 我想而的是安稳无虞的生活 我们的五年就像一场拔河 只是互相利用 还能僵持的难解难分 从我被感情牵绊住脚步时 就被柳如烟拽过了线 我已在阳台护栏边 看着对面灯火通明的青藤大厦 在下一秒引入黑暗 冷风雨雾挨裹挟中 我宛若失去火炬之影的朝圣者 有片刻迷失 嗨 亲爱的房客 须而帮忙吗 我寻声望去 沈佩玲从楼上窗子探出头 她扬着唇 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 一闪一灭犹如星火 有时候 世界就虚而这么点光亮 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人 就够了 沈佩玲让公寓管家上楼 谎称我没有回来 拿手的咖喱香肠 烤猪肘这菜够硬马 还有我做的黑森林蛋糕 别看卖相不行 味道绝对过关 最后沈佩玲拿出几瓶酒 摆在餐桌上 当然 还有我最爱的黑皮 我们一人披着条毛毯 将餐食摆到阳台 我吃着煎糊的香肠 听沈佩玲讲着过去 我家是京城最早一批拆迁的 你没猜错 这整栋楼都是我的 沈佩玲本课留学德国 和当地一位教授为爱闪婚 因为是独生女 爸妈不同意远嫁 他和家里闹得很不愉快 直到疫情爆发那三年 沈佩玲的父母 因为年事已高 没能听过去 沈佩玲举起酒瓶 喝得太快 强红了脸 贪软我怀里时 还带着朦胧笑意 何少你知道吗 中秋那天我过得太糟了 幸好遇见了你 没想到中秋那晚的人 会是他 我都忘了一干二净了 可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啊 何少 当沈佩玲带着酒气吻过来时 我犹豫着没能躲开 大醉一场 让两颗漂泊无一的心 在人生之旅中 短暂成为了彼此的停靠点 天快亮时 酒一退去大半 我披着睡袍坐在床边 久久失神 直到身后传来打火计的声音 沈佩玲夹着烟 半靠在床头 抱歉何少 我的离婚官司其实 还没有打完 我翻身下床 借着晨跑的名义逃离窘迫 一个两个都这样 到底拿我和少当什么了 等我满身大汗而归 看到柳如烟就靠在门口 眼中带着宿醉的混沌 头发和衣服凌乱无比 我第一反应是 他被抢劫了 玄机注意到 他手中还提着几十万的限量包 询问管家看了监控才知道 柳如烟半夜返回在门口守着 早上我走得太急 没看到他 后面出来的沈佩玲就和 柳如烟装个正招 两人带着酒意 两句话没说完就动起手 一个是集团继承人 一个是富婆土著 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 虽然都没伤着 但若是被媒体爆出去 指定成京城第一八卦 何少 最多一年 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做设计 我只是想让你先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不是换掉你 我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和其他男人结婚 我将柳如烟带到楼下 因为司机不敢插手 我联系了他的未婚夫 没想到他刚来就听到这句话 但这次尴尬 狼狈的都不该是我了 我坦然地将柳如烟交到男人手上 面对他这次树立僵硬的道谢 我随意摆了白手 本以为离开前会思路凌乱 挣扎纠结 可当新公司发来 为我预定的机票和住处 我看到视频里 数米长的阳台正对着太阳与大海 好像已经感受到撩人的暖意 接下来两天 我将而带走的东西全部打包好 给沈佩玲发去退租日期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彼此态度已经说明一切 成年人的世界也不虚而太多解释 离开那天 还是在公寓楼下见到了沈佩玲 她刚做完运动 站在街边身上还冒着热气 你好像很喜欢你老板 她对你也并非没有感情 为什么不再试试 不怕丢人的说 如果柳如烟现在带着户口本 而跟我领证 没准我真会留下 但柳如烟不会 还有太多的关系和利益 等着她调和利用 而我想而的 也不是这些无止境的纷争 而现在已过 我和柳如烟也在无未来 暖风中 我国警林口原地跺着脚 真想快点逃离这北方寒冬 看着前方冲我打双闪的网约车 我拉上行李箱 在这个生活快十年的城市里 能告别的人 却是仅相识数月的沈佩玲 何少 等我回德国把离婚官司打完 还能再见面吗 听到沈佩玲在车外的询问 我带着不知可否的笑 缓缓升起车窗 去机场的路上 我逐一删掉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看到她早就不登陆的QQ 还用着我大学化的情侣头像时 由于片刻 还是一起删掉了 我望着窗外 入眼皆是凋零与速杀 再见了 京城的领东 我在南方公司当CEO的第三年 通过业余设计爱好和购入的股份 已经完全实现经济自由 这三年 京城长青集团的新闻 总能通过同学 好友的嘴巴传过来 柳如烟最终还是没有当成总公司的CEO 她在继承形势大好的情况下 惨遭毁婚 令业界哗然 而前卫婚妇牛脸 娶了对家公司千金 给长青集团带来不小的压力 老爷子病逝 让柳如烟失去最大的支撑 继夫人母子私下联合小股东抛售股票 导致公司上下动荡 柳如烟再次被逼让拳 她最难的时候 曾来南方找过我 当着全公司下属的面 哭到气不成声 她坚持了三天时间最终死心 正如当年 我的沉默就是我的答复 我无法放弃现有的一切 跟柳如烟回去 柳如烟的心腹最终全被收买 听到她最后 还是沦为集团闲三董事后 我稍感惋惜 后来柳如烟患上很严重的失眠症 把药当饭吃 精神全线崩盘 柳如烟并不是没有实力 但凡她跳出柳家的漩涡 另起路灶 只怕现在都拥有了另一番天地 她只是对长青集团执念太深 不希望柳家的一切落入继母手中 年初我去京城出差 下着大雪 悄悄探望过柳如烟 她住着VIP病房 有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但却像个囚徒 无法擅自离开病房 护士说她总是对着 没电的手机发语音 也不知道到底想联系谁 隔着门上的玻璃 我远远看了她一眼 护士将她照料得很好 衣容干净整齐 她正对着手机不停说话 眼中满是甜蜜 先生 你是病人朋友吗 可以进去探病的 护士的声音吸引来柳如烟注意 她看了我一眼 双目指聚焦片刻又涣散开去 她握着手机背对着我躺下 护士只能拒绝我入内 我不确定她在那一刻是否认出了我 只将带来的烤红薯留给护士后 就离开了医院 从那天起 柳如烟的消息在我的世界中彻底隐匿 看了看表 终于快而到下班时间 两个副总已经换上球衣 而拉着我去打比赛 我拒绝不了被他们推着走出公司大楼 海鸥刚好从头顶飞过 今年南方依然是个暖冬 全文完